美国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房地美4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3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从4.72%进一步跃升至5% 该利率上一次达到5%是在2011年2月 房地美首席经济学家在声明中表示 当美国人面对处于历史高位的通胀时 抵押贷款利率上升 房价上涨和房源紧张 使得购房成本达到几十年来最贵水平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文件显示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4月13日提出以413.9亿美元现金收购推特 马斯克的报价为每股54.20美元 比推特4月1日的收盘价高出38% 马斯克称推特潜力巨大 但是按照现在的模式无法维系公司的快速发展以及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公司必须实行私有化 他还表示这是他的最佳也是最终报价 如果不被接受 他将需要重新考虑作为股东的立场 据悉马斯克目前持有推特公司近7348.7万股普通股 是推特最大股东 但他拒绝加入董事会 最新消息称 推特股东沙特王子拒绝马斯克的收购提案 推特表示将仔细审查提案 以确定其认为符合公司和所有推特股东最佳利益的行动方案 不过 马斯克14日承认 他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购买推特 如果推特董事会不接受他的提议 有一个B计划 但拒绝详细说明这意味着什么 加州州长纽森4月13日宣布 洛杉矶县从州政府获得1800多万美元 用于购买一家酒店和两家汽车旅馆 并将它们改建成无家可归者的临时住房 洛杉矶县收到550万美元 用于购买一个有20个单位的酒店 该酒店需要修复 然后将其变成临时住房 还收到了用于Sierra Highway酒店项目1290万美元 该项目将把Lancaster的两个乡邻的汽车旅馆改造成临时住房 可为无家可归者提供39个单元和支持性服务 州长办公室表示 这些汽车旅馆需要修复 但可以在收到资金后的8个月内 让需要的人入住 这些拨款是Project Homekey的一部分 州长办公室还指出 将在未来几周内宣布更多的项目拨款 申请是以滚动方式接受的 直到资金用完为止 辉瑞公司4月14日表示 希望将新冠疫苗加强针扩大到5至11岁的儿童 在一项小型研究中 140名已经打过两针的青少年 在6个月后接种了加强针 研究人员发现 额外的一针通常能提高他们的免疫反应 辉瑞公司及其合作伙伴BioTech公司 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对其中30名儿童进行仔细研究后发现 抗病毒抗体增加了36倍 其水平足以对抗有超级传染性的奥密克隆变种 未来几天 辉瑞公司计划要求美国FDA授权 为5至11岁的健康儿童提供加强针 他们还计划与欧洲和其他监管机构 分享这些数据 4月1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核能署 在其官网发布消息称 在金河组织领导机构做出决定后 俄罗斯在金河组织核能署的成员资格被暂停 俄罗斯已收到相应通知 暂停将于5月11日生效 据悉 俄罗斯于2013年加入金河组织核能署 因俄乌冲突 金河组织曾于2月底宣布 正式终止俄罗斯加入该组织的进程